2s的三之方加3s平方加as加b的余式是-10s加4 题目要求的是实数a和b的值分别是多少 在这要特别注意哦 题目告诉我们是除这个字而不是除以 除的后面我们会放的是被除式 除的前面我们会放的是除式 由以上的观念之后我们再复习的是长除法的运算过程 长除法的运算过程跟我们说的是蓝色这个部分要放的是被除式 红色放的是除式 最上面绿色的部分放的是上式 经过一连上除法运算之后最底下放的是于式 除法原理跟我们说于式的话有可能等于0 那等于0代表是整除的部分 那假如说不等于0的话那我要除到哪一步就结束 除到是于式的dg小于除式的dg就好 意思说于式的次数只要小于除式的次数就好 那有以上的观念之后我们再回去看题目 第一个2s的三次方加3s平方加s加b 它是被除式 那我就要将被除式的系数写下来 所以这边我就写2加3加a加b 那除式是s平方加s加1 那我也把系数写出来 所以写1加1加1 接下来就是运算的部分 我这边放2 2加2加2 那这个常除法的话 过程当中是将上面的式子减掉下面的式子 所以2-2 0 3-2 1 a-2 这边就写瓜5的a-2 然后b就放下 那目前的话于式是s平方加a-2s加b 于式目前是一个二次式 只是除法原理跟我们说于式的dg要小于除式的dg 除式的dg是2 所以s平方加a-2sb的话 它也是一个二次式 所以我还可以继续除 所以这边我再放1 所以1加1加1 1-1 0 a-2-1 a-3 b-1 这边b-1 题目最后告诉我们的是 于式是-10s加4 所以我可以知道a-3瓜5的s加b-1 会等于的是-10s加4 所以我可以知道a会等于-7 b会等于5 这边就不会继续是5